心定下来的时候 亲近的智慧会逐渐开展 亲近的智慧发展起来以后 你的烦恼自然就减少 不用刻意对治它 好比打坐的时候 自己觉得是 我什么杂念都没有了 这已经是有杂念 我什么妄想都没有了的妄想 就已经升起来了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敞开 真正的自在 是从内心开放起来的 内心真正开放了 才能圆满这一切功德 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称恨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里 找不到我们的敌人 如果内心有称恨的话 就是天天坐在佛堂里 听法也会一样 增长外面的敌人 与其辛苦劳累地 想让外境坏灭 不如让自己内心的贪嗔坏灭 触动新鲜的法音四 没有证悟空性之前 一定要按次第 好好的纹丝 好好的实修 纹丝不是骗路 但是你纹丝以后 不实修的话 你就已经走偏了 纹丝和实修二者 要双欲 会念 会说 不会修 这是叫佛学 不是叫修行 盲修 瞎练的实修 和花花 其谈 口头上的文思 对烦恼的转化 和解脱的作用不大 要想了悟 恒实不变的快乐 一定要从自己内心去实修 经过自己实践 而证明的法道 这样对上师三宝 升起的信心 才永远不会退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片碧蓝天空下 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 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 唤醒无影的盎然神迹 穿越过层层明目后 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身园 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身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净土上 养育着许多的无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身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旅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 更激发起活动力 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怀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三周 嗷嗷待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 贪吃的猪之门 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 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 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怀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舍园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顾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深切虚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 如果你真的需要 你就会慢慢念 然后你就会背下来 在这边我希望各位 现在印刷很方便 把地藏经印在上面 佛说的 把钥匙经印在上面 随风飘 因为你一个人念经力量有限 让风把经典功德随风飘 凡是经过的人乃是死掉的众生 这个风吹到他身上 他就超度了 这个叫经繁起 经繁经 古时候做了很多 楞严经什么大部的经 都印在部上面 现在在尼泊尔不丹 我们西藏也在 到处把经典都印在旗子上面 随风飘 甚至药师经也要我们这样做 家里有人病得很严重 你做四十九折手 这样就是一折手 四十九 四十九 面旗子都是印了是佛经 随风飘 这个人可以消除很大的病苦 所以各位喜欢念阿弥陀经地上经都把它印好 现在印很方便 然后我们做这样干嘛 插在车子上 车子开到哪里也吹到哪里 开车子也有功德 所以你还插在你家的楼上 对不对 然后你做长一点 佛经说有人往生 一百零八面 有人重病 四十九面 拉得长长的 拉得长长的 各种颜色的最好 然后随风飘 像这一面是什么 任言咒 你不会念任言咒 至少会会任言咒 所以这个是末法 这善巧方便 各位要懂 不能靠你一个人的力量 要靠佛菩萨的力量 把大悲咒印在旗子上 然后到处风吹飘 特别有死伤的地方 有灾难的地方 给它挂在上面 一直给它吹 二十四小时给它超度 精凡奇 护身功德书圣行 五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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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六斋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麦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持斋 或五不食 随行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孩子的心灵 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发育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